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pen Timer》竟然成為了電影史上最高票房的傳記片 到現在我們在做的那個日子仍然在香港放不進 所以那個影響是非常大的 你看《Open Timer》會不會覺得它是直接影響了人類的歷史? 你說如果說它發明那個 領導發明的那個原子彈武器絕對是 有人甚至說這個冷戰開始 這個按個按鈕就去大殺雙力武器歷史的開始 軍備競賽的開始 而這種競賽就不止限於核武了 就是現在今時今日在很多的領域裡面 我們甚至之前講的製造晶片、量子物理 都成為了一個決定了未來哪個國家領先的一個重要領域 那會不會需要有第二個《Open Timer》出現呢? 這裏很有趣在很長期來說 大家不是說很在意是用哪種形式去領導一個科技上或者武器上的競爭 這件事就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就會特別去凸顯一些 而之後的話其實也都是 就是一個不是在正常的熱戰情況之下的軍備競賽 很多時候就似乎大家就將這一種的軍備競賽 就擺了在那個學術上面的競爭 就是說你在你的學術網上 你能夠給到多少的資金研究下去 令到這個公共裡面有參與 於是就令到我們的科學和科技的能力越高 這件事其實一直在《Open Timer》之後 反而美國不是很走一個 就是去找一個領袖去統合所有研究的這種方式 而他們很自豪的一種方式就是後來那種美蘇競爭之間 就是我們整個社會連在學術界 在一個自由社會的氣氛之下 去令到更加多有腦的人給到他們的那個競爭 就不需要一種軍事式封閉管理去研究什麼特定的東西 而最後我們也看到歷史就是說 美國鬥得贏蘇聯 所以你看到在美國之中 一個英雄式人物領導一個研究這個故事 好像在《Open Timer》之後就沒有這麼強的一種色彩的人物去出現 當然你說你太空總署都有幾個重要的人物去建立的 但是那種貢獻你不會覺得好像澳本海脈那種影響力那樣的 但是現在似乎這個局面就有一點改變了 就有在美國裏面也都有人去重新再討論呢 就是說我們需不需要一個研究量子尖端科技的 澳本海脈式的人物重新在美國出現來 去引領導美國去打贏中國呢 這個正正就是台長你現在在你那個螢光幕 去展示出來的那個Physics World的新聞 那在這件事我們要比較一下 就是當時這個Oppenheimer他去領導那個原子彈的研發 那個背景是第二次大戰 而且是知道對手是贏著的 但是那個最重要的因素是在打著一場仗 現在不是的 現在是和平的年代 而且現在的二十一世紀的科學研究是跨國域的 你看這些論文 全部不同的國籍裡面的人都有的 甚至如果你看看現在美國各個領域的科學論文 一定差不多一定有拼音詞 就是這個拼音詞在這裡 XYZ拼音那些 是不是 一定有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去說這件事 是一個意識形態的一種的說法 還是真正正正在我們在科學界裡面研究的狀況呢? 或者去參考另一個新聞 為什麼無端端在這個時候會在美國的學術界 甚至乎政治界有人故意去討論這個問題呢? 首先就是美國一直很自豪的那套學術界和業界的交流 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自由的市場之下 就會自然孕育最先進的生產力 就算現在今時今日都看到一個例子就是 你說Tesla、SpaceX 現在SpaceX在說那種由民間私人機構去開發這些科技 它能夠造就出來的精準和運載能力 是贏了傳統由政府領導的那些project 你看到NASA現在純粹是為了科研才去做一些發射 然後你說真正商務上營運 SpaceX已經是八成的市場 現在講的Elon Musk自己也講的 但是是不是每個領域都是這樣呢? 美國自己留意到 在量子力學 尤其是理論和接下來的實踐方面的研究裡面 他們發覺中國是追得很緊的 而且我們不止一次提過 有些領域不單止是中國追得緊 甚至乎是美國反過來要追中國 如果提到幾個重要人物 譬如潘建偉 他講的那些關於量子糾纏的理論實驗 甚至乎一個量子 運用到量子糾纏的量子加密的運算單元 那個prototype 那個圓形其實也是 潘建偉教授 他有份去建立最先進的那批模型 但問題接下來 你怎樣將微型化晶片化 這些就是另外一個領域 就是說在某一些量子技術的問題上 中國其實是走到最前列的位置的了 即是他未必是能夠做到一年365天都領先 但可能就是你那頭做得領先些 他很快就會追到你 接著是領先的那個時間和項目的數量 就越來越多 那如果說你說超級那些量子電腦的製造 那我們其實這兩三年來討論的就是 就是中國大陸的那個中科院的那個量子電腦 和美國的那些Google的Cycromor IBM那些 去叮噹碼頭互有領先的 其實就是 我們對上一次去講這些量子電腦問題的時候 就剛剛講到就是說 美國那邊又做到一塊東西又領先 但是你肯定也找到就是說 在中國中科院那邊也都做了一塊 是準備有超前美國那個的了 那麼中國在這些問題上 應該這麼說 從來在中國的科研問題上 都是政府主導官方主導的了 那麼的確 他未必有一個奧本海脈式的人物在中國那裡 但是 起碼有幾位很重要的傑出的人物 就已經領導了好幾個重要的研究 也都給了國家級的資源 有少少像當時 好像美國研發原子彈那樣 你差不多你要多少資源 用那裡的力量去追美國 那麼如果你說還在討論 哪一套的管理方式是有優勢的呢 在這個事件上未必有意義的了 現在似乎就是說 誰願意去放多些資源下去呢 就可以領先得快些 那麼現在 你市場的力量 有時候可以很大 但是如果你要看一些 那個投資時期更加遠 而且也都未必可以看到即時結果的東西呢 那麼市場的力量 那個誘因未必那麼大的時候呢 就會某些情況是需要這些政府資金的介入 那麼所以現在呢 就是面對著近這幾年 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看到中國它在那個 基本量子力和那個研究裡面的那種投入 和取得的那種成就 是這麼大的時候呢 就迫到他們去考慮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需要用這種 比較嚴厲的軍事式管理 去認真一些 去由這個政府主導去開發這個量子力學 從而令到他們重新去取得這個領先的位置呢 好啊 那這個也都關乎 所謂的那個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 因為如果你看這個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的鬥爭呢 我覺得錯了焦點的 因為現在大家的感覺就是 會不會打仗呢 打起來如果要用這個量子電腦 會不會輸給對手呢 那我的教訓就是 在第二次大戰的前夕 德國是在那個原子的分裂的技術上面 是領先全世界的 領先美國的 無論理論還是實驗上都是的 那個時候上 那現在我想有一點危機感就是 會不會重蹈在1930年代的時候 就是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 德國在領先歐洲 和美國在那個原子分裂的技術 會不會在重複這個這樣的路呢 在這個量子的物理上面 就是這種危機感而已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樣 這裏呢 要可以介紹一個 譬如看回中國大陸的一些報道 其實就說去年 你看回中國的官方媒體 那它有一個概念叫做合肥的量子大街 就是整條街就很多量子的東西了 那它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就說 就是中國大陸是很銳意地 就是這個中科院 因為中科院就在合肥那邊了 其中一個基地 也是主要的那個 另外還有一邊 當然是在首都那邊 那個在合肥那邊的基地呢 它其中一個很主力開發的項目 就是這些這樣的 就是和量子相關的項目 裡面是包括了量子的超級電腦運算 量子糾纏現象 就是譬如和量子加密現象的研究 另外如果你說的 應用量子超級運算的時候 就是怎樣用這些超級運算 來去加密和解密一些這樣的技術 每一樣東西都可以和商業和軍事是有關的 所以你很容易聯繫到和國力有關 是不是 你的運算能力越高 你那件武器去計算精準就會能力越強 另外你的加密解密能力越高 那你就當然在軍事上的保密 你就會有一個絕對的優勢 那在這個譬如大陸的報道裡面 合肥量子大街讓更多創新成果 從實驗室走向千家萬戶 那這個是來自大陸新華網 2022年11月16日的報道來的 那裡面就去報道了就是說 沿著一個合肥的雲飛路兩邊 基本上有數十間這個量子科技產業的企業鏈在這裡 就是說它不是純粹是一個普通的科研機構在合肥這個地方 是直接就是令到那些的產業 怎樣將這個科技變成一個產品 這個產品未必是一個商業產品 甚至乎最後馬上運用到國防科技的那些東西 就放在同一個城市那裡 那個企業無論你是打算量產生產一些東西 還有它嘗試在這個城市上面 去嘗試拿它來做實驗去做一些傳輸 去建立一些通訊和管理系統 還有就是怎樣儘量將一些這樣的量子科技 是應用到在一個社會民生那裡 很多時候就是在合肥這個地方試的 無論得到還是不得到 所以是有個直接的試驗場研發基地 還有一個產業基地 還有一個整個自己一個自給自足的生活圈要在裡面 那你會想一下其實就像一個洛沙拉摩 就好像在一個美國弄原子彈的時候洛沙拉摩 當然它就不是說到軍事封閉式管理 就限人出入這樣 但是就是說那種資源的匯聚 人才的匯聚 那你會發覺那種這樣的級數 你會發覺是等於將那種戰時生活去叫做平常化 就已經是這麼大的資源這麼大的力度 擺在合肥這個地方 那當然你說如果比起英美這些大國 它這些公開的資料 那就已經是看到了 那所以在剛剛 就是我覺得都比較遲 剛剛的New Scientist 這個科學雜誌 就拿了這個題目來做專題報導 但是剛才台長你展示那個Physics World 也都是在今年比較前的幾個月前的時間 都有一個專題報導 他因為看到中國大陸的這種力度 就去提出一個問題 美國是不是也要照跟呢 那我就找到那個英文版的 英文版就是新華社 遲了你剛才說的一天 2020年 2027號 Across China Quantum Street Enables Innovation Sharing Everywhere 他講了你剛才說的一件事 可以再補充的 就是原來裡面提到 在這個地方裡面 有一個叫MAN的網絡 就是Quantum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 就是說他現在在那裡搞一個 就有一家公司叫Quantum Sea Tech 就是不知道是什麼公司 是搞一個量子傳輸的網絡 你覺得這件事是真還是假的呢? 那起碼這樣講 起碼是試驗期間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真是一個國家要鋪設一個量子加密的網絡的時候 那你一定是從一個比較小的尺度去試起 那一個有意義的就是一個城市這樣的規模 那我不知道它最後可以還是不行 但是你行不行你要試的 那就在那裡試 所以你問我 現在甚至這樣講 全世界去試這件事 如果說一個實用民間規模 也都是試到成功的 這裏很可能就是第一個基地去研發成功的 所以這裏就沒有資料說它行不行 但是你世界上有沒有第二個這樣的基地? 就是你可能有美國和澳洲 它有自己的實驗室去做類似的 但是那個規模就是實驗室的規模 就不是一個實際城市的規模 你要面對整個城市本身 真的把這件事放在一個城市結構裡面 在一個實際環境面對的問題 你能不能夠很有效地去實行這件事呢? 那為什麼會是需要這樣去做呢? 其實可以關聯一點點我們以前 其中有幾個月前的科學生有講的 一個利用到家裡的光纖來去偷聽的一個系統 就是說有人發覺到原來你家裡如果鋪了光纖 你在家裡講話 那條光纖是可以接收到這種聲音的震動 然後那個訊號是可以從光纖裡取得出來的 那反過來講就是說 這些這樣的光纖傳輸的系統 如果裡面還在傳輸一些量子的訊號的時候 它是很容易受到外面的噪音干擾的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能夠排除這種干擾 要來將這種量子通訊運用在實際的環境裡面呢? 那你就真的要將它放在一個實際的城市裡試 那就更加有效了 所以我會覺得中國大陸在合肥裡建立這些實驗 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想去走向實際應用的時候 你總要有人去試這一步 好了 那這段新聞還有一樣的有趣 就是他們訪問了一個人是什麼呢? 就是這間公司Quantum CTag的一個人 這個人是什麼呢? 這間公司的黨委書記 就是CEO 咦?究竟這個是民營企業還是什麼呢? 是的 民營企業都有黨委書記的了 那你不要說了 香港你以為沒有什麼 實際上那個人不是叫黨委書記 只是黨委書記來而已 其實都是 OK 那就跟我們試一下這個去講 那這個像不像是美國的矽谷呢? 我想這麼說 美國的矽谷依然都是真是純 你那個科技產業 民間科技產業為主 它做的當然是最尖端 也都是有最好的人才和資金在那裡 是不是? 它的融資系統就是由市場來決定 你可以說是一個由政府牽頭 工營機構牽頭的一個匯聚點在這裡 所以我不會說它是一個矽谷 因為始終那種營運模式是不同的 但是我不會說在這裡不需要說哪種營運模式的優劣 但是現在你會看到就是 有資源下去的時候 你總會出一些東西出來的 現在問題就是你如果連這個都不肯出的時候 似乎就被人領先了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 在現在這個討論裡面 美國那裡當然還是討論階段 大家也不是很有一個共識 就是美國都需要找一個人 做一種好像澳門海默式的封閉管理 去研究這個量子加密 或者是量子的超級電腦運算 但是你會看到在英文社會 其實都很嚴肅認真對待這個競爭了 好 那問題就是哪一個人 現在我們都不知道有沒有一個人存在 但是起碼我們知道一件事 就是美國在這方面有危機感 很強的 其實是 很強的 危機感 反過來中國也是很強的 所以他就做了 是吧 好啦 那這時候結束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好 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